大家好 我是中国画老师刘谦老师 我们今天继续来画东湖的风景 接着上节课的来 上节课我们已经把大的轮廓 这个画面的大的效果已经画出来了 然后这节课我们来增加一些内容 比如说这后面的树 远处的树 包括远处的高楼大厦 还有水中的倒影 我们把这几项增加出来 好 我们开始 首先我们用这个 还是用这个细一点的笔 大家记住拿笔的时候 我们尽量这个笔要垂直于画面 那么我们有的同学 千万不要这样去拿笔画 我们的手要像兰花纸一样 前面两个纸头 跟这个纸头扣着 下面两个纸头搭在这上面 这样去做画 这个树我们画旁边跟它不一样的树 这个尽量你看我这个水用的很多 然后还有这一边的 这之前干纳的都可以直接压在上面 好 这是它后面的 然后呢 在这个桥洞这里还有一条线 然后你看水中的倒影的树是什么样的 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可以给的大一点 用这个粗一点的这个笔 横着画 大家看看用笔 这个笔就不是这样垂着了 平躺的 然后它又有一种水的纹理的效果 这个倒影中间还有一个桥 这个桥的 就给水给多一点 跟刚才那个不一样 三 каких是呆勺吗 铁滑 好 画了这个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用颜色了 然后呢 就要先用纹理的 我们就可以用颜色了 我们大家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要用两个盘 要用两个盘 把这个颜料都挤在这个上面 然后中间这个位置调色 我们一般尽量的用那种磁盘 不要用那种塑料盘 磁盘它调色比较光滑 容易运色 然后这两个盘 这个里面就放尽量都是偏红一点的颜色 这个盘里面就尽量放偏蓝偏绿的颜色 然后把蓝色系和红色系给分开 首先我们在因为这里面树很多 所以我们就给点绿 花青 花青可以让这个绿色比较稳一点 就不像刚才那个绿 那么同样开始给一点黄色 我们中国画在上颜色的时候也有比例 不是平涂 一定记住不是平涂 它也有每一笔都有比例 然后这个颜色画到一定程度就要变 因为它都是一个调调的话就显得不是那么丰富 在这个色系里面就要去变 我们可以加点土 然后这个颜色可以压在上面 它有一种互相跑的感觉 这是这一处 然后再画这一处 这一处在画的 在上色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它上的 比这个要稍微浓烈一点 有时候我们就不要把整个笔放进去沾水 笔尖点一点水就可以了 一定看到有比例 我们就上色的时候我们也有比例 好 这个里面呢 我想加一点红 因为有些叶子里面带一点重重的颜色 这样加一点红 我们在秤颜料的时候也记住一定要是用笔尖来点 用笔尖来点点这个红色 顺着我之前的那个画那个叶子的形状的方向去画 而且我们在用颜色的时候 大家注意一定不要用的很艳 我们中国画的颜色都很淡的 这一处的颜色和这一处的颜色就出来了 然后呢再往外面的这个颜色我们还可以又不一样 这个颜色可以 我想让它黄一点 那么我就加点黄色 我以这个绿色为主 就在这个绿色周围来进行调 好 这一块出来了 我们再画这一块 这一处跟这一处的位置色调又不一样 我想让它重一点 我可以适当地加点黄 每个人根据你的理解 你的感觉来加色调 但是呢千万记住 它每一块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但是最后让它浑然一体所有的颜色 你看这个位置的笔 用笔的方式跟刚才用一样 然后我想在这个里面再加点蓝 就是顺着我刚才之前起稿的那种比例去画 好 今天这节课呢 我们就把这一块的 这一块的这个树虫 这个色调就画出来画完了 下节课呢我们再来画这一块 包括天空的颜色 今天我们这节课呢就先讲到这里 下节课再见